哈喽兄弟们大家好 我现在在非洲布隆迪啊 中部小国家 然后这个地方兄弟们你们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电影院 你敢信吗 废话不多说了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个电影院到底长啥样 兄弟们看啊 这个电影院门口聚集着非常多的人 他们每天会在这个地方放映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语言的这个电影 咱们看一下今天最近上映的这个电影有什么 有这个功夫片 还有这个大兵 还有这个成龙李连杰啊 有各种各样的电影 他是这个电影的负责人啊 你是老板对吗 对 这是你的城市 城市 所以你知道Jackie Chan吗 是的 是的 Jackie Chan 哈哈哈哈 兄弟们我现在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看一下 兄弟们看一下 电影院有大概十两六十个人 人非常多 他们在看那个电影院的大片 你好吗 好 好的 他们在看那个DVD放的这个电影啊 山上的这个本地人他看到中国人来了都非常热情 在这个电影院的旁边有一个小卖部啊 你看电影院还有卖那个熟鸡蛋的看电影看饿了你可以买个鸡蛋然后可以在这里买个饮料啊喝个小啤酒什么的 挺有意思的 非常专业 阿雀虽小 武藏俱全 这个是布隆迪山里面的这个人唯一的一个业余活动啊 兄弟们刚才进去了这个电影院打开那个布闻了一下那个味道啊扑面而来的那个酸味啊兄弟们那个味道你们能想象啊但是非常有意思啊这个电影院里面就一台电视机还有一台这个DVD还有这个公放啊所以说就三个设备就可以开这个电影院了我后面一直有这个小贩卖这个橘子就是卖那个金金橘啊然后那个还有卖那个花生米的在这里看个电影的话只需要花一毛钱 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村民把我围过来了问一下他们 他们都想看电影啊那我就直接拿这个钱我请他们看个电影啊兄弟们这里围了非常多的人啊里面大概有七八个位置然后我就直接给他们买个票 花六千块钱请六十个人看电影啊我身后的这个电影院围的人太多了我把钱交了这刚才外面的人呢就已经全部进去了啊 哈哈